除門在外臨時想要上廁所 不少人會究竟選擇超商或加油站 未來臺北市這些地方的廁所要是 沒提供衛生紙 恐怕將被罰錢 另外烘手機鏡子都是必備標準 臺北市環保局擬制定 公測環境衛生管理自製條例 強制要求要全面設置貼心設施 包含衛生紙掛鉤 加蓋垃圾桶等等 除公部門外便利超商 素食店 百貨公司 加油站等私部門等等都納入規範 基本上中油加油站的整個廁所 本來就有準備 幫政府包含臺北市總部 有要求的話 我們絕對會遵守這個沒有什麼問題 本來就是我們該做的 臺北市環保局表示 自製條例草案自即日起預告三十天 後續將送市府法規委員會 報請行政院核定 若順利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 如果未符合規定設置 經要求限期改善人為改善者 儲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還 而且可以暗次處罰 新的一年 臺北市新規範給予民眾方便 但對於業者來說 更加費時費力 是否能提升服務品質 還需要時間的考驗 記得王志文 楊宗彥 台北報導 新的領域